來回到台灣個人團 我們剛才講到今天下午 非常關鍵最後時刻的掃街 我們來看到中台灣的部分 最新的一個狀況 我們來看看蔡英文主席 現在在中台灣來掃街 她說一定要相信選民相信自己 最先現場我們請記者朱顯民 帶你來看 好選戰到處的最後一天 蔡英文除了今天一整天 連跑七個縣市之外 下午更跟這個中張投 所有的候選人 所有的大咖一起齊聚了 不過剛剛蔡英文除了宣誓要慎選之外 更點出一個重要議題 就是說接下來幾個小時之內 如果碰到意外事件的話 該怎麼來處理呢 這似乎也為了即將結束 這個選戰的宣傳 倒數幾個小時 埋下一些序曲以及一些涵義 我們來聽一下蔡英文的說法 在最後的時刻 以往的經驗 我們都碰到過 在最後的階段發生突發事件 我要在這裡呼籲選民 對自己的選擇要有信心 不要被突發的事件影響 我們也希望這一次的選舉 可以平順地落幕 天佑台灣 謝謝 事實上蔡英文更點出一個重點 除了說預告說如果遇到意外事件的話 該怎麼處理 事實上在今天整個的蔡英文連跑七個縣市之後 更個重要的議題是傳出說 蔡英文2016年的所謂的布局 接下來選後是否要來找邱玉仁回郭大秘書長 剛剛蔡英文做出了回應 他說這個消息是從哪裡來的呢 他根本就目前為止沒有這樣子的意思 不過剛剛林佳龍也提出了說柯P有寫了封信給他 他也要呼籲台中以及中張投的選民回台北來幫忙一個投票 就是目前整個下午綠營這邊 尤其中張投他們所謂的決戰中台灣重點選區 因此蔡英文已經在所謂的兩個禮拜之內到今天為止 在台中以及中張投的超過18次的敗票之外呢 晚會更會聚集所有的中部地區的候選人 一起來聯合肇事 而對手呢 胡志強同樣是有馬英九總統 因此晚上的晚會 重點還是在台中市的選戰 直播 好 我們謝謝記者朱顯民帶我們看 那麼今天看到是蔡英文主席又回房到中部了 來到彰化地區輔選有18次之多 所以彰化現在藍綠之間算是一個非常膠著的情形 那麼現在他特別強調 待會兒會擔心有所謂突發事件發生 其實蔡英文主席當然也算是說的保守啦 所謂突發事件是不是指的就是奧部會出現 所以我請教明顯 我們現在看到台北市選情的這三項 是不是就是也是另類的選舉的奧部呢 這當然是選舉的花招之一 每次選舉都會發生這種事情 可是我覺得柯P目前的角色 其實整個選舉的氛圍 這場選舉其實就是一個造成運動的過程嘛 就像有點像1994年阿扁的那個世代 就是說推動改變啊 推動整個希望未來 可是柯P比阿扁更擁有一個優勢 就是網路世代 這場選舉其實就是就是一個鍵盤戰爭啊 我覺得柯P發生這種MG49器官買賣還有切定案 整個其實在發生在其他候選人絕對都大失分 可是一發發生在柯P身上 所有人都幫他切割 網民網軍這些都幫他切割的乾淨 只要有負面的全部都不會上柯P的身上 柯P真的從這場選舉其實就是一個不對等的戰爭啊 所以他這場選舉假設最後他能贏的 這些都光明現象還有網路世代都可以 都可以是一個可以來討論一個現象 再者柯P從整個原本選舉是一個素人從政 到最後變成完全百分之一百一個政治人物 我講兩個就好了 他大家在質疑說他跟民黨的關係撇不清 他講了兩句話 就是最近專訪的時候講了說 他2016大選的時候 他不會表態支持蔡英文跟朱立倫 講這個非常重要 完全把藍軍的基層的 原本對他的憂慮啊擔心啊 就說完全真的是打了煙消雲散 藍軍基層就想說柯P當選也不會影響到2016嘛 他就說沒關係這邊就沒動算了 還有一個是非常重要的說 柯P跟民進黨的契約說出來的時候 柯P怎麼消毒 他說雖然民進黨的新市長聯姻會他會參加 國民黨縣市長聯姻會來邀請我 我也會參加 這句話一樣嘛 藍軍的選民一樣又被催眠 又被催眠的戰術奏效了嘛 所以柯P說他是白皮 他白皮綠骨這個真的消毒了非常徹底 藍軍的選民也被催眠了非常徹底 所以這場選戰到最後 柯P擁有所有的光環 所有的優勢 這場選戰其實對連勝文對柯P來講 就是一個不對等的選舉 是好那我演變成一個不對等的選舉 那到底是網軍太厲害 還是柯P這個人特質 自己自動自發招攬到這麼多這麼多人幫他 當然媒體操作在這裡也出現很大的一個效應 像今天柯P早上的活動是要推倒高牆 特別強調說他這兩天自己回家 也接到了連勝文的敗票電話 而他就是沒有錢 沒有辦法去花這個錢做敗票電話 所以廣告也沒辦法打 但大家不要忘了 在這邊一面倒的情況之下 媒體以及網軍的一面倒的情況之下 他真的也省了很多錢 不用去花這個錢去做敗票 像我們家這兩天一直在接啊 還接到了南部的神 賴神打的電話 也接到蔡英文主席打的電話 都在幫台北市的綠軍的這些 這個參選者來做敗票 大家接電話接到不行 因為晚上很少四五通 五六通電話這樣出現 通通是敗票的電話 好這個狀況其實 可能只有柯P你不需要 其他人可能通通需要 那我請教這個莊委員 那我們來看到 這個藍軍認為這個事情沒有交代清楚 那如果一旦事情在 像這個切聽案就還在偵辦當中 好那他未來的偵辦的結果 可能對柯P不利 也可能對柯P有利 但一旦對柯P不利 他已經選上了的話 那是一個怎麼樣尷尬 什麼樣矛盾的一個狀況 不是 剛剛有人質疑說 這些都是柯P搞出來拗保 MG149他搞出來的嘛 器官買賣他搞出來的嘛 他假如沒有來參選的話 這些都不是問題啊 都不會出來 這當然是人家檢驗 檢驗當然是要檢驗 他如果沒有參選的話 這就不會是問題 這不會是問題吧 因為可能對台大來講 這都是台北下市就算了 但是因為他要當選 他必須接受檢驗 確定看的確對他有一些傷害 尤其最近的這些發展 我認為事實上是有一些傷害的 他這一點可能要進一步再交代清楚 否則會有進一步的傷害 我認為是這樣 馬上要投票了 應該不會有什麼傷害了 但是這三個案子 都有種共通特色 就法律戰來講的話 這個都已經game over了 為什麼 就法律來講的MG149 這個審計部講得很清楚了 這個公帳沒有問題 你有這麼清楚是公帳了 但他們對外來講都說沒問題了 審計部都已經在立委的B問之下 都已經用最嚴格的標準 公帳沒有問題 但他想公帳沒問題 那這個在法律上有什麼問題 所以事實上就不用管了 氣管買賣包括 後來還被指控了什麼強摘器官 在台灣強摘器官那個 你知道檢察官怎麼講 說這個法律認定非常嚴謹 他們不再理這個案子 然後呢 這個竊聽案 當這些法官 本來要深壓兩個這個業者 後來被這個法官完全無保請回 而且無保請回是說 這不牽涉到犯法 裡面最嚴重的這幾句說 這不牽涉到犯法 所以這個game已經over 後來包括這個 包括後來那個張景深 他們整個四個人一起再去 我本來以為就是說 他會不會那個檢察官還握有這種致命性的這種證據 證據要就全部壓起來 那這個就那這個就是一個翻轉 結果全部無保請回 所以這個就法律戰來講的話就game over 那就法律戰來講的話 一般的選民的看法是這樣的 即使就是說法律是一個最政治最基本的 你最低的門肯定要過 但是他這個已經過關了 並沒有 但是我們要跟正 但是民眾 委員我們一定要跟正 美簡有說這個案子沒有結束 委員不要在這邊再講不清不清 沒有結束 就目前來講 沒有排除 沒有排除所謂自導自演 並沒有結束 就目前來講的話 本來要朝自導自演那個去辦 就都辦不下去 我們目前來講 沒有辦不下去 然後明信業者都已經出來了 就就是說他自我就是還道歉 還跟大家全國都都已經表示這種謝罪 等等他自己一個人扛起來了 這個我我我就法律的效應 我們就法律 法律還沒有結束 我現在要講的是什麼 我現在我要回答剛剛可欽的問題 為什麼選民要這麼縱容他什麼 其實選民是在追求一個 大家厭惡藍綠這種惡鬥 然後柯平已經表現出他超越藍綠的能力 他已經表現出來 為什麼他出選跟民進黨出選的時候 壓著民進黨打 超越了力 然後再跟連勝文這個過招的這種過程中 也壓著的這種連勝文打 所以大家看了就是說 選民不管怎麼樣 要給這個人一個機會 而且他表現你跟他講的 像明顯他講說 哇他現在變得好政治高啊 選民現在看起來是高啊 現在因為多少政治人物說他要超越藍綠 他要做到怎麼樣怎麼樣 都沒辦到 但他用實際的行動 在這個選戰過程中 他做到了 而且他那種演講非常的動人 我補充一件事情 因為那天我來上這節目 那天國族不再起 這個剛好休假 那那個 這個 有一位民進黨的前委員 也坐在這裡 同一個位置 我就問一件事情說 我以我有限的智慧 我實在想不通這個邏輯 請專業委員幫我解惑一下 對 柯P跟民進黨之間有一個協議 他說這個 將來施政的時候 會跟民進黨這個各的聯合的市長呢 要與大家參雄幾雷 有個這樣的協議 但是柯P在選民當中說 我絕對選上以後不參加任何政黨活動 而且我用的閣員 或者我用的那個什麼 主要幹部呢 要退出政黨 我才會用它 那我請教一下 柯P如果將來選上以後 去參加民進黨各縣市的市長的回憶 這個這個座談 或者一個會議 然後大家不是吃吃飯而已 他說我只是去吃吃飯而已 請問他去參加這個算不算的政黨活動 對 那你先回答我算不算 不算 不算嗎 這不叫政黨活動 不算 那這不叫政黨活動 那什麼才叫政黨 我先告訴大家 大家說一直要把它扯說有密約 我告訴你了解民進黨都太清楚了 民進黨沒有秘密 好啦委員他問的不可能有密約 也更不可能有密約 但大家都問的不是密約 好啦我不是密約 我說這兩個邏輯嘛 那現在說參加這種政黨這種所謂 這種所謂那個聯誼會 縣市長聯誼會 你知道民進黨自從在野 2008在野 或是那個在野之前 都有這樣的一種形式的聯誼會 那個聯誼會是什麼 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在解釋 因為在跨縣市的這種東西 我們要說的是 參加那個聯誼會 重點是要跟民進黨一起來 來決定大的政策一致性的決定 然後總統來做這個政策的實施 可是協議不是這樣寫的嗎 唐老師是不是這樣的狀態 那天的密約是這樣子講的嘛 對 共同決定大政策 然後共同來執行 共同決定大政策 那那個民進黨流出來文件 也被蔡正元拿到了 民進黨之一 民進黨這個推派的台北市市長 不是啦 我們是民進黨支持的啦 喔不不不不 但是那個那一天 他最後有寫 民黨的台北市黨候選人 這個不要再做文章 沒有意義 我一定要補充一點喔 我一定要補充一點喔 不是說這個業者沒有被羈押 就表示這個案件不成立囉 台北市檢報道說得很清楚嘛 北檢說得很清楚啊 他說我們不能排除 制導自己人的可能性 我請莊委員 一定不要忽略這一點 而且李念祖 李念祖律師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沒有被羈押 因為沒有構成四大羈押的要件嘛 沒有構成四大羈押的要件 就是說你沒有串貢的可能 因為我簡訊啊什麼 通通都拿到了嘛 那不構成犯罪怎麼講啊 哪裡哪裡有說不構成犯罪 沒有說不構成犯罪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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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看財經書 最嚴重的是那句話 重點在於他們叫妨礙秘密罪 妨礙秘密罪是違罪 它的本型很輕 所以不構成羈押的第一要件 羈押的第一要件叫重罪 沒錯 因為妨礙秘密罪不是重罪吧 所以就沒有羈押的問題嘛 所以基本上當時生押 生押的情況 法官就覺得說你妨礙秘密罪不重嘛 好 那這個案子結束了沒有 自由時報很無恥的編造了謊言 還放在頭版頭條 說檢方已排除自導自演 北檢在昨天中午正式發函 成親 根本沒有排除自導自演 這個案子還在進行中 現在兩個真心業者 還要做二次策謊 第一次策謊請記住沒有過 尤其談到 你怎麼知道 這是從哪裡來的消息 是不是從哪裡來的消息 這個媒體都報導了 媒體都報導 那這是誰放的 那這種公開 偵查不公開 偵查不公開 偵訪的結果 偵訪的結果 沒有什麼叫偵查不公開的啦 因為他在裡面偵訪的過程裡面 談到剛才專委員說 他一堅扛起所有責任 跟科辦切割的那一段 他的偵訪那一段波動很大 就沒有過嘛 好 這是個事實嘛 所以準備做二次偵訪 好 等於說這個案子 在選前是完全沒有辦法離親的 但是明天就要來投票了 我們待會兒回來繼續帶您看看 選前真的以前發生過什麼奧波 跟大家看看 夫人牌到底能發揮什麼樣的效力 我們待會兒 一對 我們待會兒 我們待會兒